瘋痕 作词曲 刘泉 作曲 刘泉 作曲 刘泉 爱引起 手印要钻紧 别记忆 世界没有奇迹 抬头薰衣的同情 是怎样我们看得起 无论与你说你分不清 所以你才迷茫了继续 为了结局我们都忘了方向到底在哪里 你迷茫化了你都迷茫住了空气 真切的逼去 我们各自的秘密 保存了什么前提 在乎上伤害的游戏 我知道不能轻轻手也一直轻转 两个心的怀疑每个大哥 遗憾虽然被爱却没有的爱 真心还是将一动一空白 王爷 汉文不是一直跟您在一起合作吗 怎么会让飞龙辉给扣起来的呢 你这样问 是想说我害了你家汉文 不不不 卑纸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犬子性命堪忧 我得回警备司令部调集人马 到飞龙会去要人 不可 有何不可呀 飞龙会扣押你儿子 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饱和 暂时他们不会对你儿子 有实质性的威胁 你带一大批宪兵到飞龙会 去倒他们的局 反而会威胁汉文的安全 王爷所言局势 可 我不能在这干等着吧 放心 程金凤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未来的女婿发生危险 宝和啊 他一定会交出来 我要跟他单独谈谈 你们两个出去 不行 我必须在场 你是什么东西 轮不到你跟本王谈条件 我 我们就在附近 有事只要喊一声 能有什么事发生 走 是 醒醒吧 醒醒吧 王爷 不必多礼 你听着 我最恨被人背叛 假如你敢背叛我 我要你死得很难看 王爷是不是说 那天我救走穆老三的解释 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王爷是不是说 否则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否则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王爷 日本人不是真心想跟王爷您合作的 为什么不会 我是大清王朝 直系亲王 就凭我血统 资历 能力 我都有资格掌握大清政局 现在日本人既然要成立满洲国 我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啊 王爷 就是因为您太强势太能干了 他们才不会真心想跟您合作啊 说下去 他们图谋东北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而且 他们想要的 只是一个听话软弱的傀儡 像王爷您这么精明能干的铁腕人物 他们绝对不会想辅佐您啊 他们只是想 在王爷您身上 夺到他们想要的宝藏而已啊 对 否则他们也不会半夜来偷袭我 你这么说 应该早有安排了 王爷 那天晚上 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 如果我不把穆老三救走的话 日本人就会把他抢走 可到时候 可到时候 王爷您的宝藏 就会被他们拿走了 所以我是逼不得已 我才把穆老三救出去的 有道理 你能在这千钧一发之刻 有这么冷静的头脑 确实是个人才 我身边 就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 小兄弟 你可以告诉我 我现在应该 怎么样应对那些日本人 是 我有一个小提议 说 王爷 你要我们一下子 向你提供这么多的军火 光来福枪就两万支 火炮一百五十门 还有这么多的军需物资 王爷 你可知道 你要的这些东西 足以装备我们日本陆军的 一个石团了 没有足够的军火 没有资金 能复国吗 要跟我合作 就要拿点诚意出来 诚意 王爷 你要的东西数额巨大 恐怕我牧村很难做出 跟一个能决定的人商量一下 尽快给我答复 王爷请慢走 方汉文是我的新父 你们要好好款待他 不能伤他一根毫毛 义腾大人 这个阿尔沁实在可恶 朕应该杀了他 阿尔沁有勇无谋 非常好对付 可是今天他提出这个要求 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对 应该是方汉文出的主意 对 肯定是他 很有意思 方汉文不是个简单的花花公子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大人 那儿儿庆提的要求 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就说我们正在跟东京总部联系 需要一些时间 要他耐心等待 是 那方汉文呢 姬爷 我希望你能展示一下你的女人魅力 让她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我 大人 我从没和男人亲近过 大人 母村君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是 来 我 我 喝水 你终于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家小英在哪儿 放心吧 老伯 小英在门口 这里是医院 你已经安全了 我迷迷糊糊 被人服了很久 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吧 不光是我 还有汉文 是他 他为什么要救我 还不是因为您的宝贝闺女 为了小英 他能把命都活出去 他人呢 他现在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我要当面去谢他 可能没这个机会了 他现在被日本人 老伯您喝点水吧 说下去 他被日本人怎么了 是不是让日本人 给害了 他们为了救你 他现在被飞龙会给扣押了 老伯你干嘛去 老伯 我要去救他 不行 老伯不行 你放开 放开 老伯 护士 老伯 老伯 护士 老伯你不能动 爹 小英你快看看他 爹你在干什么啊 他不要去救汉文 爹 我 汉文的事情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 你先安心养病 等到那时候 说不定我们已经把方汉文救出来了呀 是啊 穆老伯 汉文花了这么多心思才救你出来 你要是再回去的话 不是辜负他的苦心了吗 对啊 你不要劝我了 日本人要的是我 不是方汉文 再说 我不能让日本人还有其他人看你远我 爹 穆老伯 没有人会这么看你的 你妈妈 你妈妈就是这么看我的 穆老伯 你想太多了 爹 好 你们两个先回避一下 我想跟小英单独谈谈 爹 来 我先扶您躺会儿 来 小英啊 你跟我说实话 方汉文 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他真的愿意豁出命来对你好吗 你也是真心喜欢他吗 爹 真是的 小英啊 我虽然 不是你的亲爹 但是 看到你 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爹大心眼里 为你高兴 爹 你别胡说 方汉文 早就和姐姐定下娃娃亲了 什么娃娃亲不娃娃亲的 即使是娃娃亲 我一定要救他 不 我现在就得走 爹你要干什么 你别拦着我 爹 小英 爹 你放开我 爹我求你了 你这样做的话等于去送死 我都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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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小英啊 爹这一辈子 一事无常 真养了你这么个好闺女 我怎么能忍心 看着我未来的姑爷 落到日本人手里呢 爹 你听我说 方汉文 他对我是很好 我也承认 我很喜欢他 可是 你和他在我心目中是同样重要的 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有事 如果你因为救他而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呀 不然他不会孤身冒险去救你的 爹 如果 你再落入虎口的话 以后 就算我真的和他走到一起 我也不会心安的 来 沐老伯 我知道 你很想救汉文 我们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心急 可是要是你这样冲动的话 不但救不了汉文 还会连你自己都身陷危险之中 我是警察局的探长 请你相信我 警察局不会坐视不管的 我们一定会想到好的办法 雅姐 刚才沐老伯对沐小英说的那些话 你可千万别在意 她就是个粗人 汉文我是最了解的 她不会辜负你对她的感情 夏侯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事已至此 我已经想开了 我和汉文 就是有缘无分 这是我的命 雅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悲观 就算汉文不爱你了 天也没塌下来 或许 你会碰到更适合你的男人 不过 我已经死心了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谈感情了 就像你说的 天又没有塌下来 我能做的事情还很多呢 不该很圆满 怎么会 雅姐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都是支持你的 随时陪在你身边 爱一个人最远的距离 谢谢你夏侯 我知道 一直以来 你都非常地照顾我 也帮了我很多的忙 可是说真的 你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在我身上呢 怎么会呢 骨子里我就是个随性的人 高兴呢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高兴呢 我就躲在脚落里喝酒 我就是喜欢和你聊天 谁让 咱们是最好的哥们呢 你说呢 好 先干了 干 夏侯 时间不早了 你休息吧 那我先去了 去吧 爱情的定义 又该如何扔平 又该如何扔平 执着或是让步 要多少才合理 问自己 新的回忆是孤寂 今夜小姐 你在吗 请进来吧 吉夜小姐 准备好了吗 是的 牧村君 请多指尽 回去吧 下去吧 是 方公子 方公子 你来干吗 我怕你一个人寂寞 所以特地来陪陪你 不用了 走吧 听说方公子不仅英俊潇洒 更是个多情种子 为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子 就可以舍弃一切 我最喜欢这样的男人 也难得今日有缘 不如让我好好伺候一下方公子吧 你呀 他们想用美人计 也该找个好一点的吧 不用了 走吧 方汉文 你不要不知好歹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 穆老伯 我知道过去 你和我爸爸还有方叔叔 是特别好的兄弟 可是为什么我爸爸会死于非命 而你和我妈妈又成了死敌呢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能告诉我吗 这些事说来话长了 他牵扯到当年的许多秘密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请你们理解 穆老伯 我可以理解你 但是也请你试着理解我好吗 我从小立志当警察 就是为了能够找出 杀我爸爸的凶手 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要是我找不出凶手的话 那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踏实地生活呢 姑娘 你爸爸真的不是我杀的 他被杀的时候 我的确在场 所以我才有机会 受养了我家小英 正是因为你妈妈 她不在场 所以才无认为 是我杀了你爸爸 是 前几年 妈妈的确认为 是你杀死我爸爸的 但是这次你突然出现 她又改口说不是 但她又不肯告诉我 更多的线索 让我追查起来 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妈妈 大概是因为 不想把这些秘密告诉你 所以才这么做 我对小英也是这样 没想到啊 我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爹 这些你就应该早告诉我 这样的话 我还可以帮忙啊 我真后悔啊 如果当年躲得再远一点 要是那样的话 兴许 会免去这许多的麻烦 穆老伯 其实 你跟我爸妈很像 都是特别执着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王大人才把这么重要的秘密任务 交给你们吧 开始啊 我一直认为 是你妈妈杀了王大人 我妈妈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你 她不可能为了钱财 去做违背良心的事 如果当年 我们都不接受这个任务 兴许今天 还都是好朋友 穆老伯 我有个请求 我希望您能够配合我 做一份调查笔录 这样我才可以 继续追查当年我爸爸的命案 姐姐 她好不容易通过假死 才逃过警察局的通缉 我不能让她再被通缉的 小英 那穆老伯现在东藏西朵的 也不是办法呀 你们还是得面对现实 现在对穆老伯最好的选择 就是跟警察局配合 一起找出当年血案的凶手 也能还她一个清白啊 那杀关东二虎的事呢 这个可以一并勾销吗 就算关东二虎 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可是穆老伯杀了人 还是触犯了法律 如果法庭 判穆老伯做几年劳 也是合理的结果 那总比穆老伯 现在没有身份 到处东奔西走的强吧 我绝对不能接受 就算是让我爹做一天内劳 我都觉得不公平 姐姐 你不是也说 我爹杀的是大恶人吗 他这是替天行道 你不能逼他去自首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唯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怕坐牢 但是 眼下我不能自首 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等我办完了事 我自然会去警察局自首 穆老伯 在情感上 我愿意帮你 但是作为一个警察 我却不能同意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和我一起去警局自首 因为在外多待一天 就是多一天的危险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可以交代给我们年轻人 帮你解决呀 姐姐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就跟你翻脸了 小英 我这么说 真的是为穆老伯好 好 好了 大家都冷静一下 听一听我的想法 现在汉文在日本人手里 等把汉文救出来 再商讨您的事情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我没意见 好 雅姐呢 好吧 首先 穆老伯 你在医院里太危险了 如果日本人和额尔亲 发现你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 要把穆老伯 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要藏哪里好了 对了 我想到了我爹 可以藏身的地方 思琪 有件事我要拜托你和大力阁 小英 你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 我想让你们 把我爹 接到思琪以前住的 那个窝棚里去住 这怎么行呢 你爹在那儿太遭罪了 小英 那种地方 也就是我们这些下等人住的 你让大叔过去 有点不妥吧 你们误会了 我爹他现在受伤了 需要找个地方照顾他 可是又不能被别人发现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地方 就是思琪以前住的那个窝棚 我想让他在那里养伤 我们帮忙一定没问题 就怕你爹的身体吃不休 没关系 有夏侯医生在 他肯定会照顾好我爹的 放心吧 这个事交给我了 行 既然小英姑娘这么说了 我这边肯定没问题 有什么事随时效劳 太感谢了 队长 我找你有事 你也听说了 忙你的去吧 是 进来说吧 把漫带上 说吧 你又查到什么内幕了 前晚的案子 是日本飞龙会的浪人做的 被害者 都是前卿王爷俄二亲的手下 这些我都知道了 还有什么特殊情况 队长 汉文也参与了此事 什么 这个案子也有他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被日本人扣押在飞龙会了 我来 就是想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我一个小小的针基队长 这种事情说不上话呀 队长 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让您很为难 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来向您求助了 这种事情你也知道的 什么事情 只要一牵扯到日本人 那就连市长也不好乱开口 对了 汉文他爹方秉坤 不是咱金门的警卫司令吗 难道他就不想救儿子了 方司令他已经在想办法了 但是也是进展不顺利啊 你看看 连他都没辙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队长 我知道您跟周菊的关系不一般 您又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我是想您能不能劝周菊疏通疏通 找北京的高级官员侧面给日本人压力 让他们早点释放汉文 周菊那儿啊你不是不知道 这锦上添花的事儿 他当然愿意干了 可是这烫手的山芋 你觉得他会接吗 师父 师父 做徒弟的求您了 求您帮我这一次吧 师父 好好好 谁让我是你的师父呢 我就舍把脸 来 找趟局长 谢谢师父 那我去了 对了 雅姐 有人向我汇报 说看见了疑似穆老三的可疑人 你有没有接到线报 我没有收到什么线索 穆老三如果还真活着的话 我们就必须把她捉拿归案 雅姐啊 我知道穆老三的女儿穆小英 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 可是我不希望你因为姐妹之情 就对穆老三寻思妄法断送了前程啊 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那你去吧 我说好 来 来 要不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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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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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啊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啊 冰昆哪 汉文为什么会跟额尔沁搞到一起 这事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啊 额尔沁找到汉文他的侦探社 让他帮着做调查吧 汉文被日本人扣押 这件事我真是无能为力了 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大嫂 你就这么看着汉文 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她可是你未来的女婿啊 不是啦 她已经不是我的准女婿了 你 你说什么 她没有告诉你吗 她亲自上门找我 要求和雅结解除婚约 她说她想迎娶的人不是雅结 而是小英啊 有这种事 这个混账东西 这么大的事 她连个招呼都没给我打 汉文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做父亲的责任重大 你没有把她教育好 您说得对大嫂 我的责任全都是我的责任 改天我好好教训她 大嫂 就算是她不和雅结结婚 娶的是小英 她不还是你的女婿吗 是不是 不可能啊 我怎么会把我的女儿 嫁给她这么轻浮的男人呢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我这个家以后不再欢迎她了 她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现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她不是那种坏孩子 你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就跟您亲侄子似的 您真的忍心看着她 被日本人折磨吗 汉文是不是会被日本人折磨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宝贝儿子 想法太多 你这个当爹的 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在做什么 大嫂 孩子大了 满脑子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你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我们能拿她吗 能拿她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咱们两家 以前订的娃娃亲 已经正式解除了 我就没有道理 再去为方汉文做任何事 你是真铁了心 不想救她了是不是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看这件事 也该给她一个教训 让她以后做事 不能够任性胡来 好 我算看清楚了 我和大哥的兄弟情义 在你心里是个什么东西 告辞 方叔叔 你怎么了 谁让您这么生气啊 还不是你那个铁石心肠的妈 我妈妈 她对汉文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 我真没想到她 她会尽死不救 方叔叔 我妈妈这个人我知道 是刀子嘴豆腐心 回头我跟她说 她不会不顾汉文的 我不会再指望她了 对了 雅姐 我听说 汉文要提出解除婚约 真有这事吗 这混账东西 你放心 方叔叔给你做主 我不会让他随便的 把这个婚约解除了 方叔叔 谢谢您的好意 可是我和汉文都是成年人了 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私事 希望你们长辈不要再插手了 这不单是你们俩的事 这是我们两个家里的事情啊 汉文和你的婚约 是当年王大人亲手定的 我和你爹在他面前发过誓 他怎么能随便地解除呢 方叔叔 允许我说句放肆的话 要不是你们把这娃娃亲 强加给我们 让我和汉文 从小就背负这么重的家族责任 也许我和汉文的感情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妈妈 你是不是 因为汉文毁婚的事情 所以才不肯救他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那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有些事情 你不要再跑根问底了 妈妈也不能说得太仔细了 妈妈 我知道自从爸爸死后 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才把肖家撑到现在这个地步 可是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冷酷呢 而且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这做女儿的 都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妈 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无情的人 可是你现在对待汉文的态度 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啊 你就不要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只能告诉你 妈妈心里有数 我所作所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只要相信 妈妈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保护你和小英就行 妈 我知道 你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 可是也请你理解 我也会有自己的办法 来做我认为对的事 好 你去坐吧 注意安全就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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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吩咐 给飞龙会的人打电话 说我马上要见他们 大人 程金凤急着找我们 看来他已经沉不住气了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程金凤一向软硬不吃 很难对付 你们去了要见机行事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要真是能把宝盒逼出来 那真是一大突破 大人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去吧 吩咐他们快一点 这马上就要开始 好 我马上回去 姐 仙姐 这不是萧家二小姐吗 我说今天怎么那个喜鹊仪 仙姐 孙老大她在吗 在呢 这会儿应该在办公室 在那算账呢吧 办公室算账 等等等等 你在萧家当大小姐 当她叔父吧 被人伺候肯定特舒坦吧 没有啊 当大小姐一点都不好玩 还没有当武女自由自在呢 好了好了 仙姐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找宋老大去了 走了 这是什么话呀 来 宋老大 宋老大 我来找你帮个忙 什么事啊二小姐 你看你火急火燎的 我有个朋友 被日本人给扣住了 我想找你帮忙 帮我把他救出来 哦 从日本人手里救人哪 这有点困难 钱我有的是 只要你能够把人救出来 这些钱都归你 有钱就好办 说 就是谁啊 方大少爷 方汉文 胡小姐 这恐怕不好啊 帮不了是吧 把钱还给我 不是我办不到 就是张作霖张大帅 他也办不到 那非罗会的背景太复杂了 那算了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二小姐 你好不容易才来一趟 咱们坐会儿叙叙旧吧 我没工夫跟你叙旧 我要去救人 二小姐 你别救那个小子不值得 你回头看看你宋大哥 比他帅 嚼嘴 你嚼嘴 你嚼嘴 我没嚼老大刚才 跟我降嘴是吧 老 老大 您 您先别生气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 你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发现 穆小英他老爹 穆老三 根本就没死 穆老三还活着 对 你确定没看错 绝对没错 太好了 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好 你不能说出去啊 说出去当心你的舌头 老大 我知道怎么做 你还不快走 老大 我妈这几天肺劳病又犯了 吃中药没用 吃西药又太贵 您看是不是先借我点钱就急 我发了工钱马上就还给你 饿我的钱是吧 不是 饿我的钱是吧 你那个哑巴老妈 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不如死了 滚蛋 爹 您救救我妈妈 谁啊 谁是你爹啊 谁是你爹啊 滚蛋 命运太过生命 你 相识中梦抬起 总让我 能够爱上你 情节太过着迷 就算有 太多的经历 会更美丽 爱上你 爱上你 是一种很 对线的游戏 对线的不算是种情侣 付出全部的自己 情愿遇见世界为的你 爱上你 是一种很幸福的秘密 还好我告诉了我自己 遇见了你 是我的荣幸 理解 命运太过神秘 像始终弄太轻 总让我能够爱上你 情节太过着迷 就算有太多的经历 会更来临 爱上你是种很危险的游戏 魂心梦不散是种幸运 付出全部的自己 情愿与全世界为敌 爱上你是一种很幸福的秘密 还好我告诉了我自己 遇见了你是我的荣幸 爱上了你是我的荣幸 爱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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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爱上你 感谢观看